第121集 明兰的话很真诚 顾婷叶也能相信她的话是可靠的 可她的脸色却更难看了 眉头深锁 目光无端凶狠起来 恨恨的瞪着明兰 好像像一口吃了她 明兰很警觉 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再次打保证 只差拍着胸脯发誓 我绝对不会使坏心眼的 你要相信我 我会好好戴他们的 不信不信 你瞧着吧 真是命苦 想当年若她深情入党时 又这么诚心 早成功了 顾婷叶脸黑如锅底 眼中阴云密布 神色阴沉 鼻息粗重的喷在明兰面上 两人闷闷的对战了一会儿 明兰坠坠不安 想着是不是要发个重视 表达一下自己十分诚挚的心情呢 过了好半场 顾婷叶重重的出了一口气 牵过她的手 低头闷声的继续往前走 明兰呆呆的 孝心意义的去看她的侧脸 她觉得自己说的够含蓄了呀 也表达了坚定的决心 她干嘛还要生气呀 男人和女人果然是不同星球来的 京城公侯伯府伶俐 但只有开国功勋风绝时所赐的宅邸 能拥有整条街道 例如向南隔两座坊的襄阳侯府 向北隔三条街的英国公府 而后在英军宫或皇清寿封赏的爵位宅邸 便不多有这种风光 例如东昌侯府和当初炮灰的傅昌侯府 虽气派豪贵 却不过占地多些而已 这个明兰很理解 那会儿刚开国 地多人少 皇帝当然出手阔气 等到后来京城繁华了 房地产寸土寸金 开国勋贵们早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儿还有那么多地儿呀 当然 还有像华兰婆家钟情伯府这么悲催的 作为开国功臣 也是亭台楼阁重远层层的占去了大半条街 却因卷入逆岸而被夺绝封宅 好容易起腹 却也要不回当初的御赐宅邸了 顾家因几代侯爷都奉命驻守戍边 是以侯府所站的宁远街也不如何扩长 不过说一千到一万 这世上永远都有例外的 例如沈国舅 他既是皇后娘家 又有军功在身 所以他的威北侯府 生生战山阔陵 前有避 后有靠 山水环绕 端是精中一绝 这个明兰也很理解 这两年犯错误的薰贵不少 几轮清算血洗下来 没收充公罪臣家财无算 新皇帝最近手头宽裕得很 自然要狠狠赏赐小舅子 呃 外加跟班的马仔 所以当明兰看见 福远顾都督府的 灰红壮阔时 并不十分吃惊 他吃惊的是 这座宅邸 居然和宁远侯府 只隔着半盘山林 和一座刚被皇家收查的 醉沉园子 如何 这宅子 可还如意 顾廷夜看着明兰一脸惊疑 笑道 明兰望着那座 云征侠位满山花树的 山林园子 几乎张开了嘴 半赏才到 就这么近的路 还争了这么久 颇觉的 世才白费了许多力气 顾廷夜却挑了挑眉 路在近也是两户人家 旁人管不到这儿来 明兰面上微微露喜 这 是不是意味着 他不用早起了 新婚头日 忙碌了一整天 家之全身酸痛 明兰着实累得很了 回到都督府时 天色已昏暗 他连自己新家 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由单局扶着回了屋 一通梳洗过后 直接换了一身家常轻便的衣裳 一头栽进锦绣团丝绣 绣笼缝的大红被褥里 本只想歇息一会儿 然后起来用晚饭 谁知 却这一合眼 就死死地睡过去了 也没人叫他 只睡到半夜 明兰才将将醒过来 昏头昏脑之际 还当自己在娘家 半衬着身子 就往床头小机上摸去 谁知黑暗中 却摸到一个光裸微操的胸膛 明兰眯着眼睛目目的 反应不过来 这人是谁 他又摸了几下 一只大手捉住他的手 男人掀起 图米团花锦绣的后段床帘 随手勾起在窗边的铜钩上 床边雕花紫檀小圆机上 摆着盏昏黄的羊角宫灯 就着昏昏的灯光 明兰才看清眼前人 顾廷夜半散着漆黑浓厚的长发 半披在雪灵段的肩上 内伤衣精却散开了 露出整片淡褐色 宽阔厚式的胸膛 昏暗中 明兰眯眼看去 似有好些伤痕在上头 屋里点着淡淡的熏香 透着粉色的迷美 却盖不住身旁男人浓重的气息 顾廷夜似夜睡得迷糊 半眯着眼搂过明兰 怎么 我要喝水 明兰歪着头 一夹的堆雪气浴 粉唇柔嫩 却满眼迷糊 我要当局 顾廷夜本就警醒 便是这几天累了 这会儿也清醒过来 他看着明兰一脸朦胧 便伸展长臂 从床机上的暖笼里 拎个茶壶出来 泄了杯温茶 在一个细词会中里 递过去给明兰 明兰两只胖爪子捧着 咕嘟咕嘟就喝完了 呆呆道 还有吗 顾廷夜看了看 再倒了一杯给他 这回他却喝不完 只喝了半盏便不要了 把杯子连茶还回丈夫手里 然后很自觉地倒下 背过身 钻进被窝继续睡 顾廷夜手中捏着茶杯 看着睡得宛如小猪呼呼的明兰 半上无语 索性把剩下半杯茶 一口养尽了 放回茶杯里 转头去扒明兰的被窝 温软心香的女孩身子 肉风骨鲜 顾廷夜搂得甚是满意 紧了紧怀抱 顺着李懿的胸襟处摸了进去 更觉触手滑腻 一开始 大鱼只是摸几下 谁知道摸着摸着 便来了兴致 第二日一早 带崔妈妈赶去新房时 只闻得屋里一阵迷迷浓香 男女交欢气味 弥漫着整屋 丫鬟们红着脸 已服侍明兰沐浴过了 崔妈妈一脚踏进去 却见他们夫妻 并排坐在床檐上 明兰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顾廷夜却精神十足 正饶有兴致地 把明兰一只白玉般的小脚 放在膝盖上 慢慢地给她套袜子 崔妈妈上前 忍着没去瞪新姑爷 迅速拿过那袜子 扶了扶道 姑爷 快去梳洗吧 姑娘这我来就是 顾廷夜也不生气 长身立起 披着一身长袖广山的中医 往侧乡礼屋去了 崔妈妈直看着她离开了 才蹲下身子 给明兰穿鞋着袜 给她穿外袄时 不经意了起衣巾 却见明兰一片暧昧的青红痕迹 从肩颈直蔓延到胸口 崔妈妈顿时一股火气上涌 只暗暗忍着 等三招回门时 好告状 明兰直觉得 这个叫睡了 比不睡还累 腰都直不起来了 还饿得前胸贴后背 一看见桌上热气腾腾的早点 顿时眼冒绿光 破纪录的连喝了三碗粥 差点撑破肚皮 顾廷夜也胃口甚好 不但自己吃的不少 看着明兰吃的样子 还没开眼笑的给她添菜 明兰觉得 她像个黑心的养猪场饲养员 正努力催肥等着吃猪肉 她狠狠一眼瞪过去 却见她笑得眉眼暧昧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明兰脸红的 要滴出血来了 她连话都不想说了 想着这宅子里 反正没其他长辈 赶紧吃完 再去睡个回笼觉 目前 她睡眠不足 脑袋不清醒 没法子和她斗 先恢复战斗力再说 本来这一日 顾廷夜预备叫明兰 认识府里的几个管事 并且把家里的事交代给她的 但瞧明兰 急于站着睡过去的样子 便把一带事情都先推后 自去外书房处理些急物 大约是阴阳调和 顾廷夜觉着这日天光 分外情好 整座宅子鸟语花香 天地和谐 也记不起昨日的不快 一整日嘴角含笑 只想着快些处理完事 好回屋 哪怕不能怎样 套些别的便宜 也是好的 白日的歇息 略略补回来些力气 明兰总算缓过些劲来 打算晚上和新婚丈夫 谈谈星星月亮 人生理想还有家庭管理问题 可惜 顾廷夜有完全不同的打算 还未等明兰开场话题 便急急把她拖到床上 兴奋地弄了大半夜 新婚第三是清早 顾廷夜在一旁忧心地看着明兰 瞧她蔫的垂头垂脑的样子 颇为心疼 见有些后悔 今日要三招回门的 昨日不该那般发性才是 明兰身骨酸软地趴在桌前 抖着手腕捧着周婉 心里不禁老泪纵横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她十分认同 夫妻有夫妻生活的义务 也非常同意 夫妻生活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并且她也愿极力配合 可是 可是 她真的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呀 新婚三日 顾同志似乎对明兰完全没有更高的要求 也不要求她理家 也不要求她立刻承担家务 目前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需求 就是希望她在床上表现良好 明兰苦着脸端起莲花瓷叠 不无悲催地想到 人家大户人家的当家主母 干的是脑力活 斗智斗勇 可我干的却是体力活 还是重体力活 这算什么 攒音补羊 越想 越觉得窝囊一语 明兰心头大怒 她现在正是嫩生生的小萝莉 赞敌的她筋骨强壮 那啥尺寸不匹配不说 体格耐力还相差悬殊 她不过是胜之不武罢了 哼 有本事 等她到三时如狼四时如虎时 看她老姑到时候 还行不行 明兰一边喝粥 一边阿Q脑补 心里大是痛快 一不小心牵动身体 腰腿肩又是一阵酸痛 只能嘶嘶的抽冷气 丫头 咱们走着瞧 明兰出嫁前 好些上门来贺喜的太太奶奶 夸她恰的显赫 她当时并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只觉得顾廷叶送来的财礼很爆发 很土财 直到三朝回门那日 夫妻俩至圣府门口下车马 长柏和长吴哥俩在门口赢 此时恰好墨兰和如兰夫妇也到了 明兰由单局扶下车轿 看着如兰的平头小轿 还有墨兰的平顶独驾小车 再回头看看自家那显眼富贵的 实青为世 迎离秀带的黑漆骑头三驾马车 明兰开始有些不自在 如兰凝住了笑意 目光冷淡 墨兰也将了将姿势 随即神色如常 明兰忍不住看了眼顾廷叶 这马车没预知吧 下车见过李 顾廷叶对梁寒淡淡一笑 并不说什么 明兰却能细微体察出来 她似并不喜梁寒 一行人鱼贯往府里走 新夫妇自是要先去寿安堂 拜见老太太的 老太太端坐上手 明兰和顾廷叶跪到在蒲团上便拜 虽只隔了几日 老太太却似半辈子 没瞧见明兰 直拉着她的手不住打量 越看脸色越黑 不过才两日 明兰就跟脱了层皮一般 眼见下泛着淡淡清黑 宛如深青的骡子带晕染的 薄薄的脂粉也掩盖不住 神情萎靡不振 眉眼间却透着一股魅意 再看一旁的顾廷叶 神清气爽 眉眼舒展 眼底神色 却透着隐约艳足 老太太一股气上涌 心疼里夹杂着不悦 却又不好说什么 只好拿钢刀般的目光 把顾廷叶狠狠搓上几遍 顾廷叶面色如常 依旧淡然镇定 好似什么都不知道 老太太肚子里过了好几遍气 猜到 赶紧给你爹娘磕头去 正惦记你们呢 明兰舍不得老太太 依在她怀里轻声道 磕了头 我再回来 和你好好说话 老太太笑着点头 目送着小夫妻俩出去 不过虚余 她脸色便变了 给房妈妈使了个眼色 房妈妈领会 转身下去直去寻崔妈妈来问话 崔妈妈素来淡薄 一辈子与世无争 几十年从不饶舌寻幸 这回怕是她生平第一次 有如此强烈的告状欲望 不等房妈妈问上门来 她早在寿安堂偏乡报煞等着了 寻常新婚夫妇亲热些也是有的 可哪有她那般的 也不管有人没人 一瞧见姑娘 那就跟山傲子里的狼似的 嗷嗷的两眼直放绿光 一没人瞧着就动手动脚 白日黑夜的胡闹 崔妈妈轻拍着桌子 咬着牙 姑娘身子才长开呢 怎好 怎好这样 房妈妈听得目瞪口呆 神情有些尴尬 若不是她素质催妈妈性子寡言耿直 怕是不肯信的 六姑爷都这年岁了 还毛头小子似的 房里难不成也没个人 可怜姑娘这几日也没功夫管事 不过我出去团团问了一圈 姑爷原有的一房额娘和一个通房 都留在宁远侯府了 说是过阵子在接来 六姑爷忙碌得很 整日的在外头办差 并不怎么回府 事已府里还算清静 只有个叫凤仙姑娘的住在偏院 听说是什么将军送来的 我不曾见过 听闻姑爷也没怎么理会过她 房妈妈听了 也不知是喜是忧 隔了半晌 姑爷宠爱姑娘是好事 可是 她也不知怎么措辞 最后只能到 还是回了老太太吧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22集 圣老太太兴肃喜静 从不爱叫七大姑八大姨 在收完堂聚会喧闹 因此一干亲戚 便在王室的正院坐等吃茶 顾婷叶和明兰直进了正堂 只见康姨妈夫妇 允儿 墨兰 如兰 挺着大肚子的海市 还有长吴 长柏 长风 长洞 梁寒 文言敬 袁文绍 聚在那里 大家互相见了礼 明兰便和顾婷叶先进了东次间 圣洪和王室正坐在临窗 坑床上 含着笑容受了他们俩的跪拜磕头 王室笑容可居地望着顾婷叶 道 我家明兰 没给将近添麻烦吧 文听此言 对旁的圣洪身子僵了一僵 他真佩服自己这位太太 除了华兰 剩下三个女儿三招回门 王室全都用一样的台词开场 差别不过是 对着梁寒 他是吊烧着眉毛 一脸收窄的口气冷哼 我家墨兰没给你添麻烦吧 对着文言敬 他是火热着眼神 一脸热切期盼的柔和威势 我家如兰 没给你添麻烦吧 最后对着顾婷叶 他半寒讨好 半带敬畏 口气绵软 圣洪无语 谢天谢地 明兰是他最后一个女儿 是已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这话了 顾婷叶回答得很上道 明兰支离董事温雅恭顺 家中老少 及时喜爱他 明兰低着头翻白眼 他思以为 这两天他最精彩的表现 全在床上了 圣洪捋着胡须 朝顾婷叶微笑道 瞧你们一个个称家立士 为父也放心了 若以后我和他母亲都不在京城 你可要多担待明兰这孩子 父亲 你要外放了 明兰心头一动 轻声道 圣洪满意地看着明兰 要说他这女儿的确冰雪聪明 闻贤歌而知雅意 他笑道 你大哥哥在汉林边修已满期 前几日传来消息 图是寿事读社奖 便是如六科 为几世中历练历练 我们父子同朝为官多有避讳 还是老父让一让吧 这话虽是朝明兰说 眼睛却是看着顾婷叶的 顾婷叶心里透亮 沉吟片刻厚道 岳父所虑极是 汉林院清贵 尽讲经事 草拟机要 六科几世中误时 超发张书 稽查为物 据是位卑权重之所 责成旧兄为人圣民 不计哪处 必能应当 圣红要的就是这句话 文言后 神色更加和蔼可亲 携着顾婷叶又多说了好些话 明兰明白圣老爹的打算 圣家若能出一个阁臣 那就身价百倍了 据他所知 进内阁大致有两条路 一条是由靖氏入汉林 从皇帝身边的士都士讲 一路敖兹历到汉林大学室 直至入内阁 还有一条是汉林树籍式七满后 入六部或六科十例半拆 再一路敖资历升职 期间或可能外放一两任历练 然后累积资历 直至六部侍郎或上书 接着就可能进内阁 长百形式内敛谨慎 本来他的顶头几位上司大学士 都是海家门生 有他们照看 平步青云定是无余 谁知在深沉之变中 几乎全军覆没 事已圣洪需要顾廷夜 稍微表个态 当今天子强势 长百又根正苗洪 磕图正当 纵然没有内阁人脉 只要皇帝心里有数 什么都好说 明澜心底默念 这就是家族的力量 在不断联姻中结成势力 古代贵族阶层中 再没有比血亲殷亲 更直白有力的权势纽带了 听着很庸俗可笑 但却是真理 古代礼法以宗族为单位 讲究举贤不避轻 因为一人犯错 可能牵连三族 范围宽些要九族 运气不好 碰上个别特别有性格的皇帝 第十族的学生老师 也可能炮灰 既然注定要一起倒霉 自然是要有福同享 事已 只要亲戚不是太烂 或有才能 帮人就是帮己 相互提携帮衬 家族才能前后相继 长盛不衰 假使王靴四家覆灭的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四个家族 自第三代起 就全都后继无人 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来 冲场面的 家家好歹出了个贵妃女儿 王家多少有个 官至九省都检点的王子腾 唯一能读书的甲珠早早挂了 其余呢 为己把破扇子弄得别人家 家破人亡的假设 打死人的削盘 勾搭王爷难逞的贾宝玉 惹祸声势 倒是一个比一个能 没有后继者的家族衰败灭亡 不过是时间问题 明兰能听懂 所以安静呆着 王氏却不甚明白 不仅有些无聊 他本想摆摆嫡母派头 当着显赫女婿的面 教训明兰一番 可却被盛宏 抢去了话头 从国家命运 到民族前途 一句接着一句 他始终插不上嘴 好在过不多久 外头正堂上等着的众人 就涌了进来 袁文绍和常吴等人 笑着进来起哄 言道 酒菜都快凉了 圣洪瞧着 也说得差不多了 便笑着随众人 到外头吃酒去了 明兰则被女眷们 拉着在那堂宴影 丫鬟们 摆上供七八人 做的如意黑漆木圆桌 待上菜后 大家围坐着 边吃边说笑起来 王氏拉着明兰 坐在身边 在座都是妇人 看了眼明兰 这副模样 心里据是有数 或有艳羡 或有酸液 或有腥味 个人各有深思 墨兰直直盯着明兰看 但瞧明兰一身 大红针丝织金鸾 凤云纹广袖宅衣 照着薄如蝉翼的 金丝绣花团缝被子 输着朝天如意计 沾着五凤朝阳的紫金 展翅飞凤挂珠大差 耳上坠着流苏赤金耳环 拇指大的红宝石 明晃晃的人眼花 临出门前 顾廷叶还往明兰手上 塞了六七个金玉宝石戒指 弄得明兰都不好意思伸出手来 这身装扮不止滑贵显赫 且非尚品级命妇不可穿戴 墨兰看得心里极不舒服 脸上偏要装得十分愉快 频频与明兰搭话 明兰忍着头晕 索性端起酒杯来转身 看着王氏的眼睛轻声诚挚道 这第一杯酒 女儿先敬太太 明兰又是病弱 若无太太和大姐姐细心照料 怕这条小命早交代了 明兰这里谢过太太了 说着 酒杯一仰而尽 这番话 至少关于滑篮部分 是真的 王氏顿时眼眶湿润 一口喝干了酒 拉着明兰颇有几分感动 叙叨着 你这孩子 大好的日子 说什么胡话 次家人 说什么谢不谢的 你自小就听话懂事 比几个大的都生心 我如何不疼你 情绪来了 说的 她自己都当真了 墨兰脸色一白 低头不语 明兰侧眼瞥了她一下 只见墨兰装扮得 极是庄重精致 粉带博师 发际规矩 连耳环都是严整的 环形 一动不动 样板般标准的 正是太太范 却掩饰不住 眼角的疲惫紧张 眉心中间 渐现出一道 思虑的深痕来 明兰微微叹息 她不是想秋后算账 只是希望 墨兰心里方明白些 别太拿自己 不当外人 明目张胆的 来提要求 才是真的 这里 先打个预防针 看她们母女和睦 康姨妈 有些酸溜溜的 名丫头如今出息了 以后家里指着你的地方 怕是不少 你可要记着 你母亲对你的好处 不可忘本呢 她有一半嫁妆 是折在数子数女手里 本想将就几门亲事算了 偏康家仗势着门地显贵 穷要摆派头 明兰嘴角翘了翘 微微一笑并不答话 如兰却不高兴了 她本是个直肠子 见康元二嫁入王家后 她便视康姨妈为卑劣小人 若不是看在允儿的面上 她早说 盛家女儿回门 关你康家什么事 有事没事的上门来蹭饭 之类难听话了 姨妈您说的对 六妹妹你可要记着 对你好的就得回报 便是不能回报 也不能恩将仇报 如兰一身滚粉绒鞭 银红水绸 砖花小袄甚是亮眼 更映着她面颊红润 气色颇好 现实婚后生活还不错 康姨妈神色很不自然 低下头吃酒 允儿知道来龙去脉 也深为母亲的作为感到歉意 长吴带自己极好 这些年来又不断帮衬康家 而自己婆家与圣红家 是再亲后也不过的了 她自不愿意惹人厌恶 只盼望母亲少说两句 她一边拉着如兰 低声说话赔礼 一边给王室连连夹菜 明兰看得心中一叹 还是瞧着气氛有些僵 便出来打圆场 前几日啊 母亲去圆家瞧了大姐姐 说那肚子比我的还大 明明月份比我小的 别是里头有两个吧 大姐姐又常喊肚子疼 没准是两个见证的小哥啊 站在里头练拳脚呢 说着众女眷都笑了起来 王室最是高兴 得意之急连着喝了好几杯 酒色上涌 说话都大舌头了 酒过两回 外头进来一个丫鬟 在明兰耳边 低语了几句 明兰起身 笑着与大家道 老太太 怕是要提点我几句 那我先过去了 王室已不慎清楚了 海誓笑道 去吧 老太太 有许多话要与你说呢 明兰笑着道辞 转身随着那丫鬟离去 一出了门便加快脚步 直奔寿安堂 但一脚进了大门 拐进左次肩 果然里头摆了一桌子饭菜 老太太正坐在窗边等 明兰心里感动 笑嘻嘻地扑过去 抱着她的胳膊 咬着撒娇 我和祖母心有灵犀 我就知道祖母等着我呢 特意空着肚子来的 老太太板不住脸 笑骂道 都是为了你这小猴 等到我都饿了 明兰扑在老太太怀里 讨好道 那我给祖母揉揉肚子 老太太 拧着明兰的脸颊 空肚子有什么好揉的 怕还不够饿得痛吗 房妈妈瞧着眼眶发射 道 老太太多久没这么高兴了 什么多久 不过才两天罢了 明兰扶着老太太坐到桌边 亲自给她满满盛了一碗 冬瓜排骨君子汤 祖母 您吃 老太太回头瞪眼 明兰捧着自己的小脸 一派明媚忧伤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么多个秋了 祖母定是想我想出相思病来了 嗯 这可如何是好 谁叫我这么招人头 没法子呀 老太太终于撑不住了 几乎笑出眼泪 你个不知羞的 竟往自己脸上贴金 要脸不要 明兰歪着脑袋 把一张翘生生的脸伸过去 笑道 不要 嗯 你拿去吧 老太太笑得直拍明兰 两个笑倒在一块 这顿饭 老太太一直听着明兰叽叽喳喳 讲述顾腹人众 一会儿说 一会儿笑的 明兰心里难过 知道这日以后 怕不能常见老太太了 便着意粉饰太平 活灵活现的 把新嫁的日子说得有趣好玩 好似顾家一片幸福美满 老太太也含笑听着 用完饭 房妈妈吩咐丫鬟 把桌子碗碟都撤下 合上房门出去 我有话问你 你坐好 老太太素了神色 明兰和她相处多年 知道她是要说正话了 连忙奉上茶盏递过去 然后乖乖坐好 等待训话 看着明兰极力伴出的笑容下 隐藏的倦意 老太太不禁纠结 自从听房妈妈 转述崔妈妈的话后 她也十分为难 这种防围私密之事 并非旁人好过问的 最好看见 也当没看见 老太太心绪百转千回 最终开口 她 带你可好 明兰努力 不让自己的思路歪掉 飞红着面颊 低声道 蛮好的 明老问哪方面 老太太开河了一下嘴 不知怎样问下去 索性调转话题 你府里 你府里现在何人管事 这个 孙女不太清楚 明兰迟疑了一下 老太太目光中似有责备 想了想后叹了口气 柔声继续道 你府里 你府里 房舍 原则可好 听说那儿 原是先帝 重臣之宅 荒废了快有十年了 是否需要修缮 啊 这 我不知道 明兰一脸茫然 她连卧室都没怎么出 府邸长啥样 都还不清楚 老太太眼睛瞪得有些大 脸色再度发黑 急声追问 那你府里 现有多少定产 整日和夫婿窝在一块 至少得说些啥吧 明兰扭捏道 这 孙女也不晓得 床上 并不需要说多少话 不是睡觉嘛 就是运动 一问三不知 老太太 样天无语 呆呆地看着小孙女 她培养出一个十八般武艺俱全的 到末了 却一概没用上 这位新姑爷 只需要技术层级最低的本领就够了 明兰羞愧难当 满心慌乱地想了半天 聂儒道 祖母 别忧心 其实 她带我真的蛮好的 老太太浑身无力 只常常叹息 祖母 明兰晓得您的意思 明兰会当心的 明兰知道 老太太是在担心她 其实她也知道 自己处境其实很麻烦 不是她不想奋斗 而是这两天实在没功夫 老太太不叹气了 又问 罢了 说说看 这两日你姑爷 可有什么不顺心的 不顺心 明兰觉着她处处不顺心 后妈难缠 老哥半死 以家子极品亲戚 她想了想 胡轻声道 祖母 依我看 她 似是想承袭 明兰和的爵位 顾婷玉病入膏肓 能活多久 都是问题 这时不可能 再生出儿子来了 哦 何以见的 老太太来了兴致 目光兴慰 明兰捧了碗茶 到老太太面前 斟酌着语气 孙女也是亲眼见了 才知道 她对顾家人 不是寻常的不和 即可说是厌恶了 京城这许多地方 若她真想与顾家 一刀两断少些往来 没得住这么近做什么 皇帝刺哪里不成 老太太点点头 接过茶盏 用茶盖 轻轻撇去茶墨 嗯 有理 明兰坐到老太太身边 轻轻皱起眉头 孙女不懂就在这里 年前就听说 皇上有意让她席绝 还连连召见襄阳后 她为何 话没说明 但老太太已明了 微笑道 你的意思是 若是她真想席绝 襄阳后府 岂不更妙 财帛既风 又可摆脱那几子污糟人 可是这么个意思 明兰兰点点头 其实她是讨厌应付那些极品亲戚 老太太轻轻笑起来 拍拍她的手 温矮道 你到底还年轻 不明白里头的干系 你想想 一样是头上压着石头 是济世后母好应付些 还是理发周延的四母好应付些 明兰兴头恍然 似有些明白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23集 老太太眼中透着些许 意味不明的闪动 笑道 你姑爷 本就是宁元老侯爷的嫡次子 长兄无似 他席绝是天经地义 不用承任何人的情 只削皇帝 推一把便成了 虽说如今 是襄阳侯府显望 宁元侯府冷清颓落 可凡事不能光看外头 这会儿省心了 以后有的是麻烦呢 明兰大受启发 恍然大悟 秦太夫人是济世 别说顾廷叶 就是自己 正经的婆婆 其实是已过世的白太夫人 只交礼数上过得去就行了 可如果顾廷叶 想成襄阳侯的爵位 他以外戏入本宗 以后不论是襄阳侯老夫人 还是一杆同宗兄弟 他都得后带着 照看着 否则便会叫人说 忘恩负义的闲话 以后 烦心事不断 老太太 慢慢地向后靠去 舒适地躺卧在炕头上 闲闲道 你孤夜这人 老太太经典点评 明兰用力点头 这句话真是没错 老太太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 呼道 这般性子的男人 你只记住了 一事 莫要和他硬着来 不过 你也硬不过他 明兰苦笑着叹气 老太太接着道 还有 看他几番作为 应是个眼里 不揉沙子的明白人 你想做什么 就直去说 莫要弄阳凤阴违那一套 不要藏着 掖着 假作贤惠 夫妻反身隔阂 明兰垂下眼瞼 点了点头 崔妈妈 你传话好快啊 老太太看明兰神情 只他还未全明白 缩性一言说开了 他盯着明兰 欲气发狠 贤惠这东西 不过是黄泥塑的菩萨 孔夫子的牌位 嘴里拜拜便是 你若真照做了 有你毁一辈子的 你记着 你男人 是你至少半辈子的依靠 你就是不喜欢他 也要拿住了他 别叫旁的女人得了空隙 不要摆什么清高的臭架子 便是男人没那花花心思 也得你有能耐看住了 他似说得急了些 喘了口气 嘴角苦涩 你不要学我 明兰顿时泪水涌出 浮在老太太膝头哭泣起来 从很早前她就知道 老太太对她的种种教诲 多少是在弥补自己当年的缺憾 她对明兰的幸福期盼 某种程度上 也是自己的一种寄托 明兰轻轻抚着老太太 苍老皱褶的手 轻声道 当年庄先生说时 私女最喜 前今时寒白一片 韩大将军已孤城千足 抵御数万大军 终人皆劝其想 他兼不从 眼看兵败城破 他横溅于景象 只言 某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谋 未以搏一命 话音未落 对头风傲 山洪爆发 敌军被淹过半 为难自解 明兰的声音 渐渐清朗 一字一句道 私女请记祖母教会 会用心过日子的 不论顺境逆境 绝不轻慢 绝不拖大 绝不骄横 绝不疏忽 不怨天尤人 也不轻言放弃 谁知道呢 行喜老天开也 私女终能 春暖花开吧 直到午后未时末 天空一片渲染金黄 夫妻俩才起身 告辞而归 顾廷夜 侧眼瞧见明兰 眼眶红红的 低垂的线长睫毛 还湿漉漉的 直他定是哭过了 他心里不惊一软 席间与众人 吃酒不少 他本就有两分酒意 见状 索性故作 蹒跚几步 长白等人 一瞧不对 连忙叫人将他 也一道送进马车 宽敞的马车内 竟有香炉小鸡 铺着薄薄的熔电毯 明兰扶着顾廷夜 歪歪地靠在电符上 找了把扇子轻轻摇着 替他散散酒气 马车一下一下 微微晃动 晚春的舞上 颇有几分闷热 小鸡上的紫童薰炉里 吐着淡淡的柳兰香 若有若无 笼在半蜜蜂的空间里 顾廷夜本是装醉的多些 可这般光景 反叫他生了睡意 不知睡过去多久 迷蒙间睁眼 只见明兰轻握着把 分面香珊瑚珠 杀削断的团扇 为何这眼睛也懒懒靠着 明兰正迷迷糊糊的 忽觉眼瞼上 一阵痒痒的 睁眼伸手去摸 只见顾廷夜 正静静地看着自己 她的指腹略带几分粗糙 沙沙地抚摸在自己眼瞼上 她道 醒了 明兰点点头 放下团扇 撑着身子坐起来 嘴角撬出个梨窝 可要喝水 顾廷夜正觉得 唇齿干燥 碎点头 明兰从小机上的 磁石茶盘里 蒸了杯温茶 扶着顾廷夜凑到唇边 让她缓缓喝下 刚放下茶盏 明兰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就叫顾廷夜翻身压在熔电毯上 鼻尖 对着鼻尖 浓重的男性气息 带着酒气 重重地喷在明兰脸上 加上高大的躯体压着 明兰险些背过气去 努力推丧道 重 重 顾廷夜挪开些身子 却始终盯着明兰 浓密的睫毛 几乎戳到明兰的眼尖 她呼道 你哭了 为何 明兰艰难地喘着气 低声道 以后不能常见祖母了 我难受 不是这个礼 你到底为何顾 她多少清楚明兰的性子 大凡没有皮肉之苦 她都硬气得很 没事 不会伤春悲秋 默默唧唧 又不是生离死别 何必把眼睛都哭肿了 就算祖孙分别有些伤感 以她的性子 估计也是斗趣了之 顾廷夜 眸色深黑如夜 静静地盯着明兰 明兰心里坠坠的 莫名就有一种压力 只好结结巴巴道 祖母 祖母训我了 胸腔的压力稍微轻了些 明兰见眼前的男人 没有挪开的意思 只好继续道 祖母整日担忧我过得不好 训我这个不妥当 那个不周全 怕我惹你不喜 怕 怕她以后没法看顾我了 顾廷夜微微测开 自己奇长的身体 搂着明兰半坐起来 靠在容殿上 语音上扬 颇有几分怪异 所以 她便与你寻了个贺家 明兰头皮发麻 忽然羡慕起 那些盲婚雅嫁的夫妻来 尽管妻子对丈夫不清楚 可是丈夫对妻子的过去 也不清楚 那像这位兄台 啥都知道 明兰嘟着嘴 低声道 本觉着她家好来着 后来呢 顾廷夜只深深地望着她 眼中没有情绪 这个问题很深刻 而且问非所问 亦非所指 明兰微微测夹 或另起一个话头 低声道 那日 太夫人让龚姨娘和红霄出来拜见 你挡在我前头 其实 我很高兴 那日 你免去了我许多武措 又叫他们俩以后再进府 好叫我先掌了服务 你护着我 待我好 我明白的 顾廷夜眼中 隐隐的阴霾都化去了 笑意浮起 她似是想掩饰 却又压不住 想弯起的唇角 明兰静静望着空气中 鸟挪的淡烟 轻轻道 老太太从说贺家工资好 可是 当曹家来逼迫我时 她明明晓得我不乐意 却让我一个女儿家自去应付 对着曹姑娘 我对也是错 错更是错 想起那时的愤恨冤闷 明兰不经语气哽咽 然后慢慢转过毛子 蒸蒸望向顾廷夜 暮色如水般成澈 可是你不一样 你挡在我面前 替我遮去风雨和难堪 我那时就觉得 便是前头有刀伤火海 但凡有你在 我是一概不怕的 刘耀从校尾杨县荣 我比司马家男儿如何 杨县荣毫不犹豫 当即言道 自我嫁了你后 才知道天下间什么是真男人 质地有声 铿锵有力 作为一个年华不在的再嫁皇后 杨县荣能两朝为后 且独占胡皇流耀的宠爱 以后生子而册封太子 不是没有道理的 表白是个技术活 不能光喊口号 不能扭捏矜持 要言出有误 要恰到好处 该光明正大说出来时 就要清楚明白的大声表达 古代女子规矩严苛 作为一个有历史的女子 明兰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不要仗着丈夫清楚自己的过去 就逆逆歪歪 欲说还休 一个弄不好 轻则夫妻生喜 重则叫有心人承虚而入 顾廷夜幕中 展开一种真切的光彩 好似一谈静谧的古井 被投入了一颗石子 微波连一圈圈 煞时间流波一彩 他心中泛起一层 无法言语的喜悦 嘴里故意恶狠狠道 你个小滑头 想叫我给你扮黑脸是吧 成 你还就好做个恶人 明兰等的就是这句话 当即浅笑的眉眼声晕 高高兴兴的扑过去 在男人脸上飞快的清了一口 顾廷夜只觉得侧颊生香 柔唇甜糯 还没来得及高兴 立刻脸色黑了 明兰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捧着袖子眼口 睁大了眼睛 切生生的看着自己 其实明兰的眼 生得很翘很艳 艳得阴阴透骨 偏有一对柔顺灵秀的柔完眉 似薄红般矜持地笼罩着 不经意看人时 样着半透明的水色 把人裹在里头 顾廷夜忽然想起小时候 在父亲书房里调皮 翻到一幅珍贵的美人古画卷 展开看时 久远而发黄的卷轴上 女子婉约柔艳 流泻出如水一礼的动人心魄 不知为何 当时年幼的她 一颗心蓬蓬乱跳 她从不知 原来端庄温雅和妩媚俏皮 可以这般融合 我错了 明兰认错很快 低头垂手 态度良好 小颜令色的小华头 顾廷夜低骂了一声 板脸瞪着她 目光中却掩饰不住的笑意 很快她就知道 这小华头不但巧言令色 而且还擅长翻脸不认账 白天把好话说得天花乱坠 弄得她心神荡漾 只觉得自己成了条嗷嗷色狼 只想狠狠收拾她一把 浩蓉一忍到晚上 她却把小脸一端 一派正经的吩咐丫鬟 在床上铺了两床被褥 顾廷夜只挑眉看着她 低头自饮茶 明兰低头对手指 更深夜漏 明兰挨着枕头 头仍旧昏昏 全身泛红 面颊似火烧 浮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游自温存 她粗正的气息极尽暧昧 明兰身子发软 脑子还有一丝清醒 只哑着嗓子软软哀求 若是明日我再起步来闯 我 我并不活了 顾廷夜依旧不肯罢休 只一味哄着她听话 受直往下叹 明兰全身酸软 急了就道 做事要循循渐进 循循图之才是 你 你以后再弄吧 今夜我也好多了 想着自己刚才的表现 明兰自觉 很有进步 简直可用 一日千里来形容 男人听了 忍俊不惊 轻轻吃笑起来 低沉沙哑的嗓音 如呢喃一般 的确是强多了 好吧 此次便先饶了你 手下还重重的凝了两下 到底不能过分 向着她今早那两个黑眼圈 她只需得适可而止了 况且新婚已过三日 她也要开始理家 熟识家务 怎么也得趁那边 把手伸过来之前 叫她理清头绪 第二日 明兰十分坚定的 早早从床上爬起来 忍着哈欠 让丹菊给自己 梳洗打扮 顾廷夜今日 着一件宝蓝色的 团花剑绣排碎挂 玉棺树发 端得是身挺如松 不怒自威 高大英俊之急 早饭后 她拉着明兰进了 侧厢房 并退众人 单独交代 府里的事物与明兰 我这几年一直在外头 立府上不久 府里人众 从管事到仆役 大多是皇上赏赐 不是罪官伐末来的 便是早年卖身投靠的 这帮人没什么根基 你且瞧瞧 能用的就用 不用的就发卖了 顾廷夜认真道 侧脸肃然 神色间颇有一种成熟的内敛沉稳 还有一些 她顿了顿 似在斟酌自演 是太夫人和几位婶婶送来的 你 别仔细瞧瞧 这最后一句话很有深意 明兰一边捶着酸痛的后腰 一边用心记下 这种交接工作 大都由婆婆交代媳妇 她的婚姻 真是别开生命 府里的田母赵母 还有银钱金表 回头我叫公孙先生送来你看 有不明白的 就去问公 罢了 还是问我吧 顾廷夜 思索着缓缓言道 明兰听了半天 终于听见一个熟悉字眼 公孙先生 莫非是那日水贼 正是 这阵子他身兼二职 很是辛苦 他怕是最盼着我成亲的人了 你让公孙先生管家 明兰虽只见过公孙白石一面 但却印象深刻 这种人分明是大冬天姚羽善 爱故作高身状的谋士呀 诶 诸葛亮有给刘备管过女人孩子后宫之类的事吗 顾廷夜心里一乐 面上不动声色 端茶轻瞎 公孙先生 很不容易 两人又说了几句 顾廷夜到底是男人 与内宅琐事并不入心 讲的也不甚明白 明兰连着问了几句 都没有明确答案 忍不住道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呀 顾廷夜被问得略有些恼怒 白了他一眼 浮然道 你又知道什么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青旗书画 八卦算术 衣补星象 阴阳五行 奇门遁甲 农田水利 伤金兵法 我拒之小 且十分精通 顾廷夜听得眼睛都直了 谁知明兰 急转直下 这都是不可能的 顾廷夜目露戏谑 正打算出言嘲讽 明兰却继续道 可我起码晓得给自己 梳头洗脸的人叫什么吧 顾同志 气筋梅分清 下烛和下盒 到底哪个是哪个 真乃神人也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24集 顾廷夜双眉一宣 毫不惭愧 直言道 他们的神奇悲书都在我这儿 有甚可略 做大师不拘小节 你拿住了大头便是 谁还能翻出天来 这句话也有一定道理 譬如 蒙古对南宋 彼时蒙古已征服半个世界 请全力攻打 南宋再悲壮 再挨兵必胜 也得over 譬如现在 顾府中人再恨顾廷夜 牙痒痒 也无计可施 顾廷夜 也有过不少女人 可不计是逢场作戏的 还是如 曼娘秋娘一般的 在一处时 似也不曾 这般轻尼熟人 嬉笑怒骂 瞪眼大笑 什么话 都说得出口 大约吵架 能提升熟悉度 顾廷夜婚前 便已与明兰 斗嘴过几次了 事已 他娶妻方三日 却觉得明兰 已如长在他心头上的一块肉 又欲贴 又喜欢 好了 顾廷夜 见说得明兰 哑口无言 十分愉快地 放下茶盏 侧头 看了看窗外 眉头静盏 笑意艳艳 明日 即我便得如常上朝 倒是军都府里繁忙 怕没什么功夫了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 完事了 爷带你在府里转转 后山的园子颇大 你瞧着什么喜欢 爷给你寻将人来 可种些果树花卉 哦 还有那片山林子 我觉得 可圈起来养些路鹤至鸡之类的 哦 你还要问 好吧 问些大气的 别拿些鸡脚嘎啦的来烦也 明兰放下举起的手 想了想 神色颇有些犹豫 认真问道 每年 福里可花用多少银子 其实他想问的是 您收入如何呀 婚后才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晚了点 多多府原是太祖高皇帝 清风中敬侯之府邸 与宁远侯比邻而居 是以门前这条大街 又称为中宁街 然中敬侯府 于太宗武皇帝时 卷入谋逆大案 失败身死后 夺风诀回铁券 抄家灭族 此后 宅邸则被赐给了 五朝名臣熊灵山大人 更名为成园 熊大人告老治世后 上车请还此园 仁宗皇帝收了园子 在熊大人故里 赴此宅田无数 前后山林不算 成园占地总和 约九十亩左右 可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院又称为外园 是男人们处理政务之处 前头正门是三扇七七四十九个铜钉的 珠七大门 两旁是东西脚门 往里铺着光洁整齐的巨方石板 笔直而下 对称有两排四所外书房 在外侧是马厩车房 及一杆奴仆居所的几排 倒坐窄院房 过了外宜门 正中是五间巨大敞亮的议事厅 两旁配有暖房耳房 还有茶水房之类的 通过三扇内宜门往里 方式内院 因顾忌避讳 明兰坐在附着青纱薄帘的滑杆上 迅速把前院走了一圈 顾廷叶指着几处地方 略略认了一下 一带进了内院 顾廷叶立刻要求明兰下地步行 明兰委婉地表示 她身骄体弱 不堪长时间步行 还是坐滑杆的好 男人立刻眼神阴阳 凑到她耳边 更加委婉地表示 你莫非是为了保持体力 明兰想了想 我还是走路吧 男人的眉眼棱角分明 鼻挺唇薄 眼神深邃 似是在无声地笑她 内院最前面正中 是五间配有陆钉耳旁的大厅堂 堂前匾额上 龙飞凤舞三个大字 招徽堂 明兰暗暗叫了声好 转头道 熊大人到底是两朝元老 清流肃旗 书香门第 也没有什么喜庆的字眼 只招徽这两个字 便足够了 顾挺夜看着这三个字 也是点头 招徽堂左侧的小院子 全呈顾挺夜的内书房 右侧是一间偏厅 及草木穿堂 其后 隔过一条白石涌道 和一道垂花门 是七间七架的正院 两旁有三重厢房 三重耳房 前后三叠爆煞 一大跨所足有二十多间屋子 气派宏大 装饰广丽 上书三个大字 家喜居 明兰看着眼熟 多看了几眼 才认出 她今早就是从这里启程的 家喜居后门三间 到座爆煞后 有两道脚门 一道通着后廊 那里还有一处小小的议事厅 大约是让内眷们 理事会客用的 还有一道连着穿廊 通向一座大花厅 明兰看得眼晕 还两腿发软 顾廷叶看着她 头晕眼花的样子 只觉得好笑 便拉她先去用午饭 待歇过午觉后 夫妻才接着逛 以家喜居为中心 朝北朝东朝西 分别为有五处院子 及牌房 这些地方 大约是让老太爷 太夫人 还有哥尔吉尔们住的 可惜 现在都空着 近些院子和正院 已抄手油粮相连 远些的 隔着南北夹道 再后面就是一片 花草芳菲的园子 及山林 明兰团团走了一圈 醉起一处莲花池 波光玲玲 水色清幽 湖面莲蓬花香 水下隐约见莲藕结结 这池塘一头连着 偶乡庭园 一头直连着那座大花厅 明兰走得累了 索性走进偶乡庭中歇息 这么大宅子 就我们两人 明兰看了看周围的 八面门窗格扇 趴在莲池边的狼圈狼上 有气无力地问道 这算什么大 顾亭叶站在庭廊上 面朝着宁远侯府方向 那里如今是一座小山林 静静道 你也去过襄阳侯府 那里可有这两个都还要大 明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低头暗想 这家伙想搞何病 只希望不是违规破茧 姚依依那时代 每逢寒暑假结束 即将开学之时 飞龙活跳了一个假期的学生们 都会老实地待在家里 忙着赶工作业 时隔这许多年 姚依依很神奇地 又看见了这个场景 这天夜里 用过晚饭后 顾亭叶从外书房 搬了一大堆文折进屋 在连通主卧的 西次间文案上 铺成了一桌子 百艳战末 低头认真细看 一边看 一边还写注释些什么 明兰看得目瞪口呆 明天要上朝奏队见皇帝了 所以连夜补功课吗 看顾亭叶低头深思 看文哲 明兰远想说 您慢慢用功 我先去睡了 谁知顾亭叶 却拿出厚厚一大碟账册 和普从名单来 放到明兰面前 希望和他一起努力 共同进步 明兰忍着哈欠 只得坐到 另一旁的小窍机上 摊开账册清单来看 夜灯冉冉 顾亭叶见红袖相伴 大感到愉快 转眼瞧见 一旁呆呆立着的丹菊 便道 橘子 去西湖艳艳的尝来 他依稀记得 明兰身边丫头的名字 好像都是水果之类的 这个不错 好记 丹菊心疼明兰 原已备好了中医热水 想让明兰早些歇息 见状只得转身出去 弃茶被点心 爆煞里正看着炉火的秦桑 见他一脸闷闷不乐 便问道 怎么了 丹菊心里不痛快 嘴上却不露分毫 把尖枣刚送来的新鲜葡萄拿出来 再把那水蜜桃切开几把 说着自去柜里取茶叶茶壶 秦桑文言便起身去了 一旁的绿枝颇觉奇怪 姑娘不是说像脚鞋睡的吗 要叫夫人 丹菊板着脸 拿出一套崭新的喜鹊 灯枝伯胎 官窑粉丝茶具来 老爷和夫人有话要说 夫里还有好些事没交代完呢 碧丝 无嘴轻笑 说起来老爷真好笑 总是他居然对着情桑姐姐叫枣子 对着小桃叫桃子 还对着我叫李子 丹菊姐姐 老爷叫你什么了 丹菊从门边的炉子上提着大水壶过来泡茶 沉声道 刚离了管树才两天 你嘴里就不三不四起来了 老爷也是你能编排的 叫这府里的人听见了 还当盛家出来的 都没规矩呢 秦桑端着切好的新鲜水果进来 绿枝拿出个六寸剑方的莲花样子水晶碗 两人洗了手摆放起水果来 边摆水果绿枝边道 把这小蹄子狂的 鬼头叫崔妈妈狠狠罚一段就好了 采桓看着他们动作熟练默契 着实插不上手 便笑道 毕丝妹妹年纪小 不懂事疏忽了 也是有的 都是自家姐妹 可别告诉崔妈妈了 绿枝一致 丹菊目带不忍犹豫 只情桑抬头微笑道 毕丝给你提个醒儿 咱们都是打小跟着夫人的 她什么脾气你还不清楚 如今咱们刚来这里 正是给夫人做脸面的时候 你可别糊涂了 语带深意 毕丝神色一领 立刻闭上嘴 彩桓颇觉奇怪 又不好追问 故意道 以前在胜负时 都说三位姑娘中六姑娘脾气最好 但人最宽 便是咱们做了什么 也不会狠罚的吧 丹菊对几个绿的情意深厚 日常不好过分责罚 对彩桓 却有几分提防 看着彩桓缓缓道 夫人说了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什么吊碗摔杯的都好说 便是绊杂了一两件钗石 但问名情犹 罚过便好 可只有一桩 却是断断不能的 哪一桩 姐姐与我说了 我也好长个记性 心术 彩桓紧张地追问 转眼便脸笑道 丹菊盯着彩桓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不计是什么 但凡心里起了什么 对不住人的歪念头 便是千好万好 也不能要了 彩桓心里一颤 面上却一脸敬服 连声笑道 夫人说的正是 咱们做丫头的 最要紧的便是中心 捧的什么都是次要的 说着 想到一试 轻声问道 对了 原先不是还有位 叫烟草的妹妹吗 她怎么没跟来 丹菊瞥了她一眼 干脆道 她年岁道了 老子娘求到老太太跟前 自去配人了 彩桓还想再问 不是还有位油妈妈吗 绿枝以高声叫道 小桃催秀这两个蹄子 不过说是几件香笼 怎到现在还不回来 丹菊端着盘子去了正屋 临走前想了想 又放了个红艳艳的大石 溜在里头 笑眯眯的将茶水裹点 在屋里摆放停荡 她见明兰衣着单薄 又从里头拿了件 家常的月白底子 雪里红梅的如山出来 轻轻给明兰披上 最后把屋里三盏羊皮公灯 都拨得亮些 才慢慢出去了 这些年来 明兰一直保持了 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边翻看账策清单 一边摘抄些要紧处 都是旁人看不懂的鬼话符 嘴里还轻轻念着 顾廷叶抬头瞧了眼明兰 只觉盈盈烛火下 她玉面映红 陶塞阴唇 暮色璀璨 分外好看 她握拳倾壳一声 明兰抬头去看她 只见顾廷叶神情镇定 淡然道 你明日先帮我把那厨房收拾出来 要搬的东西 我也交托给公孙先生 旁都不要紧 给我找两个可靠的丫头看着 最好不识字 明兰正想说没问题 胡听到最后半句 想了想 才道 这里的人我都不熟 我的丫头都识字的 就一个小桃笨笨的识字不多 不过她为人可靠 端是可信的 要不先让她看着吧 回头 我再给你慢慢物色 不过 这可靠的人 也不是一朝一夕可得的 这些日子 你若是不嫌弃 我给你收拾书房吧 其实重点不是识不识字 而是可不可靠 因为不确定是否可靠 所以才要找不识字的 一个识字的丫头 若想偷看点什么 看一眼记几个字就够了 若是不识字的 那就只能夹带思连了 这样难度较高 也比较容易被捉住 顾婷叶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轻轻皱眉 怎么都识字 你教的 有否必要 明兰点点头 一本正经 丫鬟们都识字 好显得我慧智兰心 其实当初是为了 让他们看懂 牡仓斋规章制度来着 顾婷叶挑眉 身上披的暗青绸袍上的 暗金丝符纹微微闪动 较然的月白中衣 更映着她俊朗成名 她握拳底唇 轻笑道 不错不错 圣的才女 给为夫 磨个磨吧 明兰笑着过去 给她磨磨 一边故意苦着脸 摇头晃脑的叹气 哎 牛刀啊牛刀 顾婷叶看得呵呵直笑 望着明兰浩万如雪 研磨的动作缓慢优美 不由的微微蒸了蒸 过了两久 直至明兰磨好了浓浓的一叶末 要坐回去时 她才一把拉住明兰 静静问道 你 没什么想问的吗 问什么 府里 你没什么想知道的吗 顾府情势诡异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她这几日居然什么都没问 明兰明白她的意思 目光清澈 原本有的 但老太太说 有了不懂的 先别紧着问 先自己想想看 这样会显得我很聪明 顾婷叶冷静的眉头 也松了下来 不禁一笑 好好好 你冰雪聪明 那 说来听听吧 明兰扯开顾婷叶 抓自己的手 拖过一旁的小屋子来坐下 轻轻道 当初刚见你家里人时 我第一个觉得奇怪的 就是年纪 第一 过世的公爹是长子 作为侯爷世子 公爹成亲 只怕值早不晚 可是 轩大哥哥和杨大哥哥的年纪 比玉大哥哥大出了许多 这是为何 顾婷玉只有二十八岁 且上头没有兄长 可是四房五房的长子 顾婷轩和顾婷杨 却都有三十三四了 迄今为止 大房嫡孙只有顾婷伟的儿子 两三岁的小豆丁 闲歌一个 而四房和五房呢 别说打酱油了 顾婷轩的大儿子看酱油铺 已是绰绰有余 而顾婷阳的大女儿 已够年纪当酱油铺老板娘了 顾婷爷眼神渐渐发亮 嘴角含笑 明澜看着他 不无叹息道 我想公爹 定是与第一位太夫人 间谍情深 情意极其深重 顾婷爷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推演其中意思 若老侯爷对第一位秦夫人 感情很深 那么对紧接着嫁进来的白夫人 就不会很接受 而对现在的秦太夫人 则会爱乌及乌 顾婷爷轻轻搂过明澜 挨在怀里轻声道 小时候 我曾听吴婶说起过头位太夫人 说她与父亲青梅竹马 情深意重 因她体弱多病 父亲自请圣命去戍边 好躲开惊中长辈 啰嗦干涉 如今的太夫人 更把她挂在嘴边 说她美貌高贵 端雅温慧 心慈柔弱 是位世间难能企及的好女子 父亲 更是记了她一辈子 明澜撅了撅嘴 她浮在男人怀里 淡淡道 第二个不明白的地方 是太夫人的年纪 她明显感觉 男人肌肉一紧 接着道 从太夫人的属相来看 她今年44岁 你出生之时 她也有19岁 一年后嫁入侯府是20岁 也就是说 头位秦夫人顽固之时 她也有16岁上下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老侯爷 针对第一位秦夫人 感情那么深 想要寻秦家女儿来续嫌 好照料顾婷玉 那时就可以娶秦太夫人了 为何中间 要隔上一个白夫人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25集 明兰觉得 顾婷叶身体的僵硬 慢慢爬起来 看着她的眼睛 坚定却轻声道 当时 宫爹有什么理由 非要娶婆母不可吗 这个问题有些难堪 却是如今一切问题的根源 顾婷叶久久盯着明兰 不知说什么好 这些年来 顾婷叶心中沉闷 可却始终家事难言 真到要说时 也不知从何说起 明兰并不问半句 却见微知著 很清楚地 看明白了一些事情 明兰从没见过 顾婷叶这副神情 冷峻的眉毛高高挑起 眼窝深陷入阴影中去 眼神很阴郁 很危险 却又带着淡淡了然 似乎无可奈何 过了半晌 她才慢慢开口了 我别走那边 是海宁白家 你听说过吗 明兰很想表示一下 仰慕之情 可她真没听说过白家 海宁那儿最有名的是 一门七境市的陈家 父子三汉林的赵家 以及前任阁老的徐家 另外还有些宿主的世家大族 反正没有白家 于是明兰只好老实地摇头 顾廷夜自嘲地笑了笑 虽然没听说过 白家既非氏族 也非书香 乃是 严商 明兰愣了 弑农工商 她老妈来自最低等的商家 也就算了 反正还有如商易商 可却是商家里 让人看不大气的严商 这个 怎么向白家表达敬意 倒是蛮困难的 顾廷夜接着道 你可知 严商家里 什么最多 严 明兰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当即引来一个指节 在脑门上敲起 她立刻捂着脑门 轻呼道 银子 是银子最多 顾廷夜 趋着修长的食指和中指 似笑非笑地瞪着明兰 她就不能严肃伤感些吗 明兰心有余悸地 看着那两个 游子弯曲的手指 窃窃道 你可别说 你爹是为了银子 娶你娘呢 商人地位低微 哪能要挟权贵 唉 正是为了银子 说出去也没人相信 后来我仔细查了一份 才知道前后 顾廷夜沉下面孔 放下手指搭在膝盖上 眼神阴冷 那一年 静安皇后过世 武皇帝忧愤过度 性情忽喘 狂暴多矣 仗毙了许多是非公毙不说 还赐死了当时的皇贵妃 且诛她全族 当时 皇贵妃的族书 恰好分掌户部 武皇帝使人清算后 查出户部欠有三百多万两的亏空 据是多年来全决功勋所为 原本也不是什么动摇国本的大事 慢慢把银子还上也就是了 可当时武皇帝迁怒之下 竟力行重罚 勒令半年内不还清的 便要夺绝 宁兰完全挣住了 半赏财道 宁远侯府欠了多少 顾廷夜嘴角怠讽 不多 正好 八十八万两白银 宁兰险些背过一口气去 八十八万两白银 这一群败家子 有这么花银子的吗 顾廷夜 长长出了一口气 仰望着雕兰画洞的屋顶 面色晦涩 顾家连夜清算全部家当族产 可怎么算也是不够的 眼看着七线将至 荣国功夫已被抄家莫产 家人贬为庶民 惊惊息苦 顾家上下都急疯了 那时不知是谁 提起了白家 宁兰已被惊呆了 只愣愣的听着顾廷夜继续道 我外祖父也算是个人物 海上跑船出身 攒了些本钱后上岸 也不知走了什么门路 打通了官场脉络后 竟做起言商来 二十年累积下来 家产极为富足 他早年与本家兄弟不亲 偏有只有我娘一个女儿 宁兰不想说话了 只常常叹气 没有兄弟依靠卑微的出身 却有丰厚的财产 这位白夫人 只差没在脑门上 写着肥肉二字了 所以公爹就娶了婆母 说这话时 连明兰都没意识到 自己语带讽刺 顾廷夜苦笑了一下 却盖不过那份阴冷 接下来的事 十个人用十种说法 我听得多了 自己都不清楚 不过说的最多的一种 是当时父亲向白家提议 迎娶母亲为偏房 想他一个商家之女 能入侯府为偏房 已是天上掉下来的福分了 可白家偏不肯答应 定要做正事 威逼之下 生生逼死了 这头位秦夫人 明兰倒吸一口凉气 当即一下站起 挺直了腰杆 斩钉截铁道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哪个疯子这般颠倒黑白 顾廷夜抬头看着明兰 目光清冷 嘴角带着嘲讽的微笑 你怎么知道 兴许是真的呢 明兰深吸一口气 朗声道 没错 是有附属的商家之女 入权贵家为妾 可这为的是什么 不过是以姻亲换钱权罢了 许出一个女儿 商家换得行事方便 权贵得银钱分成 两相皆好 可白家却不然 白老太公只有一女 饭银生意 还有谁接着做下去 他并不需要借权贵势力 前一面有兄弟帮衬 他更想找一个可靠女婿才是 怎么会威逼顾家 来娶自己女儿 还生生逼死正头夫人 这不是结仇吗 虎言乱语 莫话都比这可惜 明兰尚绝气不过 心里暗道 有那么大笔嫁妆 白夫人嫁谁不行啊 难道天下男人死绝了 非你顾老也不可 说实话 这不是白家扒着顾家 恰恰是当时陷入绝境的顾家 求着白家才对 带着银子来救命 还要人家作妾 拉倒吧 天方夜谭还更写实些 顾廷叶 携倚着椅子 短短的冷笑树生 静静看着明兰 眼神渐变清明 为着这传言 自家大哥就最讨厌我 我也不怪他 反正我素来闯祸声势 是家中最不孝的 直到许多年后 母亲当年的奶母 常嬷嬷嬷来京城看我 跟我说清了前因后果 原来 那位秦夫人本就体弱 家之府中传言 迎娶白侍女即可解围 她思虑伤怀之下 这才难产而亡 白家不知这些 我外祖 才把母亲嫁过来的 从那时起 我便常常顶撞父亲 脾气也愈加坏了 明兰瞠目看着顾廷叶 生平第一次觉得 她可怜了 娶商家女为侯夫人 本是顾家的奇耻大辱 白夫人的存在 是昭显顾家 曾陷入绝境的标志 为此 老侯爷任凭污蔑 白夫人的谣言传播 却不曾为她变白 看着顾廷叶愤闷绝望 一步步堕落 却不曾坦言说明 当然 那位大行使也很可怜 可她到底是想过福 过过好日子的 况且大难来临 作为侯夫人 本就要一同担当的 还隐得顾老侯爷 日后多少迁怒 白氏和顾廷叶 也算够本了 父亲本就思念前夫人 母亲脾气又急躁 在府里处处不如意 两人便更加不目了 母亲怀第二胎使 和父亲吵了一架 早晨 血崩而亡 顾廷叶平静地叙述着 好似是旁人的事 神情异常平淡 现在想来父亲对我并不坏 的确是我自己不争气 如今我这般慢待 他的妻儿兄弟 怕是他在地下 也不明目吧 说着冷笑连连 目中竟是阴冷嘲讽 顾廷叶看着发愣的明兰 挑唇道 怎样 我可是多有不该 为什么不该 明兰好容易才回过神来 顾府往事太传奇了 背叛 欺骗 阴谋 谣言 还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反攻 一时之间不大好消化 明兰匪夷所思的反问 还积极立举理由 这件事上人人都好 只你们母子不好 顾家得了体面周全 秦家殷亲如旧 可白家得了什么 做娘的 平白一盆污水泼在身上 死了还不太平 做儿子的 被逼出家门 截然一身独闯江湖 有没有想过 若当初四王爷不谋逆呢 若他安分地接受三王爷为储呢 顾廷叶 陡然眼神如火 顾客间分灭所有刺嘲讥讥 他定定瞧着明兰 从心头迸发出冷笑 若四王爷不谋逆 三王爷就会顺当继位 就没八王爷什么事了 然后宁愿侯府一切照旧 那些吃着白家血肉存下来的 依旧富力繁华 那些踩着我们母子的 继续安详尊属 父亲过世了 我又不在了 怕是没多久 连我娘的牌位 都会从祠堂移走 而我 则继续在下酒流里 混江湖 明兰大大点头直视回去 所以你若愤然 绝然是没错的 语气比当年他请求入党时 还真诚恳切 顾廷叶莫名失笑了 长嬷嬷也实时一脸愤然的 咒骂宁远侯府 但他并不觉得有共鸣 反倒有些厌烦 在他看来 白家也有不当 明知奇大非偶 依然贪心地攀了这门轻事 期望奇迹发生 白夫人明知前途多舛 也不多筹谋策划 只早早死去 每次想起这些来 他更多的是冷笑和淡漠 年少时的愤怒委屈 到了今日 已不那么热烈 多少江湖风霜 见惯了荣辱生死后 也就不那么容易激动了 好像再赤烈的火焰燃烧过后 也只剩下一些灰烬而已 如今 他唯独觉得不甘 难道他来到这世上 便全然是一笔银子的缘故吗 时至今日 听明兰释财那一番话 顾廷夜冷漠许久的回忆 才再度灼热起来 是的 其实他一直都在暗暗憎恨着 只是恨之却不得宣泄于口 只好冷漠嘲笑一番了事 顾廷夜叹了口气 原来承认痛恨自己的亲戚 也没那么难 多年难以素知与人的心密 今日竟然这么干脆的都说了出来 心里极是舒坦痛快 看来有个能帮自己找理由 去憎恨亲戚的老婆 着实不错 明兰扭着手指 问得有些犹豫 对了 那个 婆母 到底带了多少嫁妆 大约 一百万两银子吧 顾廷夜顺口道 明兰呆了 几乎想垂胸大叫 千呀地呀 一百万两银子 若他有这笔钱 还有个疼爱自己的老爹 干什么不好 顾上一队护卫团 寻个忠心可靠的师父 海外旅行 西域猎奇 世界多美好 打死他也不嫁那个 有脱油瓶 还有深爱前妻的官夫 白女士呀白女士 白老爹呀白老爹 你叫大家 说你们什么好呢 真是匹夫无罪 怀必几罪 明兰轻轻道 神情哀伤 垂首依依而立 顾廷夜 轻轻拉过明兰抱在怀里 心中颇为感动 搂着他抚慰了半天 才道 还有些田中铺子 你别伤心了 你过去很久了 这一夜 两人说了许久 直到更深路重 才救了寝 明兰睡得很心痛 连梦中都恨不得 垂胸顿足一番 顾廷夜也没怎么折腾 只搂着他沉沉睡去 明兰暗寸 大约是刚回忆完王母 她不好意思 那啥啥吧 男人体热如火 声声圈着明兰在怀里 明兰好似挨着个炉子睡 没多久就露出一身汗来 稀里糊涂中想踢被子 却只踢得脚趾疼 迷糊中 呜呜了几句脚趾疼 然后赶到一只带脖茧的大手 去揉自己胖乎乎的肉脚趾 一开始的确是柔疼 但揉着揉着就变了味道 那只大手顺着光滑的小腿 慢慢往上摸 明兰扭动腰身 想甩脱那只手 她想说 想想你可怜的娘吧 但没这胆子 只好说明日你要早朝呢 男人似乎顿了顿 难受得扭了扭 愈发把明兰姑的死井 在自己身下磨蹭好几下 不知过了多久 天色微明 明兰半眯缝着眼睛 茫然地望着床帘 伸手去摸 身边已空空如也 她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轻呼道 老爷呢 博愁水红金丝矮霞锦帘被掀起 丹菊微微地笑脸过来 道 等您 老爷早迟了 老爷如今 怕是已在朝上了 明兰暮暮地坐在床头 早朝是嬴政开始 算上路程 顾同志恐怕没睡两个钟头就起来了 难怪昨晚这么容易就消停了 古代当官真不容易啊 明兰的声音还有些飘渺 谁服侍老爷梳洗的 我们也起晚了 亏得夏合他俩还记得 回头姑娘给排个值 好轮着服侍老爷上早朝 丹菊瞥了眼明兰埋在井段里的身子 光罗的肩头旧横未退 心横右上 一片亲子暧昧 脖梗间只有一条烟红的玲珑如意绳 下头是一件葱黄绣葱绿鸢尾细花的肚兜 丹菊看着明兰眼圈依旧发黑 又闹怒又心疼 拿过一件白绝眠的中医给明兰披上 明兰呆呆地游着丹菊扶着下床 忽然想起一事 帅开单局 赤着两只小脚丫踩在厚实的地毯上 灯灯走到耕楼前看了看 咦 才卯出 明兰暮暮地发起呆来 现在情况很诡异 这府里没人需要他请安 也不需要点卯 老公又上班去了 那是不是表示他可以再睡会儿 想到这里 他直直地跑回床上 翘着光脚丫子 一掀被子又往里钻 这一套动作 单局再熟悉不过了 他气急败坏地把明兰拎起来轻嚷道 哎 姑娘 你可不好再睡了 今儿您事可多着呢 世财前头的妈妈也来传话了 说一众丫头婆子吓人会在前堂集合 等着姑娘训事呢 你再睡 再睡 我可叫崔妈妈了 明兰痛苦地起了身 在宽大的浴桶里泡了好一会儿 才觉得身上舒坦了些 屋内柔和的羊角宫灯 渐渐失去了光彩 天已见亮了 明兰坐在静台前 叫单局梳头装扮时 小桃进来传 管事的赖妈妈和六永家的来了 叫他们进来吧 单局 交不出门 说个利落的嘴就成 别上伞去吧 没得勒紧我头皮疼 单局的手艺得房妈妈清传 十年来服饰明兰早就熟了 动起手来即使干脆 三下五除二就玩好了罪 还把于下的头发细细编好 绕成几个小花器堆在罪下面 慢慢往上头别着小小的猪花和金猪发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